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给蚊竹触牙的技巧 但是有很多话语反映自己的蚊竹虽然冒了牙 但是这个牙特别弱 牙特别细弱,感觉就像牙签牙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盆土了 可能长期没有更换 再加上后期没有及时的追肥导致盆土里面的营养不足 所以你的蚊竹虽然长了侧牙 但是侧牙就长是比较瘦弱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给它喂上一杯水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杯水可能就是要给它用肥 因为你的蚊竹长出的牙之所以特别瘦弱 就是因为肥不足而导致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用肥才行 用肥首先我们要把握好它的用肥时机 特别是在开春之后温度开始回升了 这蚊竹就会很快冒侧牙 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季节 大家就要注意把握好天气的变化 如果温度能够达到15度左右甚至是以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给蚊竹用肥了 给蚊竹用肥的话 首先肯定就是要用一些蛋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但是这样虽然可以触牙 但是这个牙长不壮 所以这个甲的含量也要偏高才行 所以要用一些蛋甲含量比较偏高的这种肥料 那么这些肥的话其实有很多种 如果大家实在不懂怎么用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些专用肥 那么我一般的话就是用这种竹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给它使用的 那么这个竹科营养液 它的蛋连甲比例是15比5比20 它的这个蛋甲含量比较高 比较适合蚊竹的生长 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 对水稀释 搅拌均匀 在蚊竹开始恢复生长之后 就马上给它用肥 大概就是7天到10天左右 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 蛋甲含量充足 蚊竹后期长出来芽 自然就会比较壮了 大家看我的这两盆蚊竹长出来的这个侧芽都非常多 非常壮 而且长势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大家想要蚊竹养出来的芽又多又粗又壮 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抓准时机给它喂上这一杯竹科专用有机营养液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给你 我们下期见